你們都規定了清清楚楚 你剛才一上台有臉講說 你這個特別預算是按照 你的這個相關法律的規定辦理 在哪裡 你知不知此啊 法律的規定的部分 你居然藐視 然後你製造了一個小金庫 13億的部分 你行政單位你為所欲為 今年在選舉 選舉年之後 你編了這麼多的預算 當成你的體育們的經費 真的這個是可恥 部長您看得您適制吧 對不對 您看得懂 上面問你說 主席我麻煩請主記長 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以及衛福部長 好 請以上的部長 委員好 三位好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 上台的部會首長呢 我們的這一次的特別預算 有按照我們的法令規定編列嗎 有還是沒有就好了 我沒有 有 好 那我請問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真正特別預算的目的 是為了要普發現金 普發現金的目的就是把超徵的稅收呢 還稅於名嘛 所以還稅於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在編列的時候 待會我會逐一列出來就是說 為什麼剛才主席長所提到的說 有按照我們現行法定規定 我現在告訴你說為什麼沒有 然後為什麼你的財政紀律不髒啦 我們看到實際上面人民對於這個錢 本來去年就可以發的 結果搞到今天來就為了是因為要把你的錯誤政策包裹進來 而且不僅僅把錯誤的政策包裹進來 這一些的網路服務包括你的租賃啊 包括你要設定網站啊 然後包括你要設定客服的專線 然後你要媒體的政策宣導的費用 光是這個普發現金不難道是一次性的嗎 是不是四位 這個普發現金是你在做規劃的時候 今年發了一次性之後 以後還要再發普發現金是不是 所以你要做一個網站 以後普發現金常態化是這樣子嗎 四位 是常態化的請舉手 都不是 都不是常態化 那為什麼需要為了一次普發現金 要去做特別的網站 要做客服服務呢 現在縣市政府不是也都有客服服務 然後你各部會不是也有嗎 為什麼還需要這樣做 請問財政部 是先跟委員報告 這一次的普發現金 講重點 為什麼你需要一次性的東西 要做這些的東西 然後要花掉 是為了啊 但是有沒有這個必要性啊 要方便 你這邊花掉了老百姓 光是這個部分的錢 你就花掉了將近一億三耶 那民眾可以 你需要為了一次性的普發現金 你要設定一個網站 讓民眾可以方便 你就白白花掉了 你就白白設置專線 然後你就設置網站 然後就花掉了四百萬 然後專線的部分 在一般的設置網站的人 民眾設置網站的人 有一個網站設置要兩百萬 然後呢 你還有客服專線 現在每一個私人企業都有客服專線 他也沒有像你說 客服專線你就要花掉一億啊 客服專線 這個金額你就要花掉一億啊 得到一個即時的一個服務 然後呢 你還要籌辦記者會 你的記者會 現在你到立法院來 每一次你被詢哪一個記者 你還要籌辦記者會 你就是不把老百姓的錢當錢 所以民間才會有說 天啊 你把還稅於民這件事情 你連還稅民民你都要撈一筆 這是不是荒唐啊 委員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連錯誤 你都不肯面對 那就不要期待會改進 我再問你一次 剛前面提到說 你有沒有依照法律的規定辦理 剛才你的回答 主機長跟你的回答都是說有 好我們看一下 你的這個意後強化經濟任性啊 這個任性的意思 我到今天不解 是說老百姓要忍耐 你是訓練老百姓的任性 我們看一下你的這個 你編列的預備金啊 你編列的預備金對不對 對不對 你編列的預備金對不對 是的 對還是不對 好 你編列的預備金 在特別預算裡面 你編列的預備金 編列的13億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你編列的13億 我請問你啊 你剛前面提到說 你是按照法律規定 法律裡面預算法有沒有告訴你 什麼時候編列第一預備金 什麼時候編列第二預備金 什麼時候用第一預備金 什麼時候用第二預備金 你在特別條例裡面 你居然還在編特別預備金 然後你看看你荒唐到什麼程度 你說為了要印本特別預算期間 各項工作經費執行所需 你在各個項目裡面 就已經包括你的執行的費用了 你在這個地方 你又再加編上13億 把13億 把前面的東西 你本來發放現金 1萬塊錢給老百姓 你已經從裡面剝削掉了4千 去做什麼事情 去做你補貼你錯誤的政策啊 你去補貼你錯誤的政策 你第一預備金在你總預算 第二預備金 主席長還有財政部長 我請問你一下 你在你的總預算裡面 是不是已經編了第一預備金 跟第二預備金 編了沒有 總預算裡面的預備金 不能夠移到特別預算來用 另外一個 這邊的預備金是說 萬一那個像 特別預算裡面 你可以編列預備金 人數的增加 我們都必須 你在你各個項目裡面 你的第三條特別預算裡面 每一個項目的形容詞 除了第10項普發現金 是這次特別預算真正的目的之外 你其他的形容詞的 這些的東西 哪一項不是在你正常的 年度預算裡面 你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不是 你的 你的意註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這些的東西 哪一項在你正常的工作 業務範圍之內不該做的 你在你的總預算裡面都編嗎 你預算法裡面22條 預算法裡面 62條64條70條 裡面都規定的清清楚楚 你剛才一上台有臉講說 你這個特別預算是按照 你的這個相關法定的規定辦理 在哪裡 你知道你知不知此啊 今天的我們的 法律的規定的部分 你居然藐視 然後你製造了一個小金庫 13億的部分 你行政單位你為所欲為 今年在選舉 選舉年之後 你需要這麼多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從你的科目裡面去看 你編了這麼多的預算 當成你的競選的經費 真的這個是可恥啊 預備金一定要花用在這一個 相關的這幾個預算裡面 裡面哪一項不是 裡面哪一項不是補貼你的錯誤政策呢 我請問那個那個 王部長 我們就拿台電來講好了 對不對 台電你在112年的總預算裡面 是不是已經編了1500億 那這一次裡面呢 又再加了這個500億的部分 是要給這個台電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產業用電跟民生用電的比例啊 大部分來講 產業變成佔了七成以上 對不對 民生用電佔了不到三成 結果你現在是讓老百姓的錢 我們講說這些是超真的錢 老百姓的錢 你用這些錢去補產業的用電 你這個不是結憑忌付嗎 部長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去年 不是也有對產業有增加15%的這個費率嗎 那民生的用電就是一直都沒有這樣的調整 所以這個部分是來補貼 台電沒有去調帳民生用電的這個部分 哪一個公司我請問部長 那民間有哪一個公司 在他一再的虧損的情況之下 基因團隊不用換人 只是讓股東的盡量的補貼 有這樣子的嗎 沒有吧 這樣的一個國際燃料成本的大帳 各個國家都在做相關的補員 所以我們才講是你的錯誤的能源政策嘛 這跟錯誤的能源政策沒有關係啊 因為所有的國家不管有核能沒有核能都大帳 所以都需要各個國家都一樣 包括連法國甚至都要把這個電力公司變成國營化 這是一個很國際性的問題啦 我不在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在這邊argue 但那個主席容我問一下那個衛福部 簡單來講PCR的部分 PCR的部分現在在各國呢 其實都很便宜 算台幣的話大概只有大概100塊錢左右 我們的PCR的部分 這個地方衛福部有檢討改進還是沒有 台幣100塊大概不太可能啦 我聽不見你要不要對著麥克風講好不好 我說剛剛委員講的台幣100塊大概不太可能 蛤 台幣100塊啦 的PCR不太可能 都是很便宜的 我只是舉個例子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 您看的您試制吧對不對 您看的上面問你說PCR何時降價 那個才是我的問題 PCR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在做 除了在醫院裡面某些特定的對象 所以以後我們進台灣的話 不需要PCR是不是 逐漸的就不會需要 逐漸是什麼時候 目前正在都是在鬆綁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不需要 因為這個費用雖然降下來了 它還是幾千塊錢 相較於國際 它還是相當龐大的錢 所以我請教你 你的逐漸是什麼時候 現在目前進入國內的話 在邊境已經 只有有症狀的才需要做 但是那個是公費 是公費 所以現在民眾 全部都不需要去擔負PCR的錢 是不是這個意思 民眾的話 民眾的只有說 你要出國 那對方的國家有這種管制 需要你提供做證明 好 那這個因為牽涉到台灣缺藥的問題 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來不及問 所以我要請問 你就說 就算民間要出國的話 PCR的降格 什麼時候會降 部長 是不是請你 針對是不是可以有降價的空間 或者是怎麼評估 給我們 大概一個行程 報告好不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